说到短视频,你脑海中第一个浮现的就是网红,在如今这个飞速横流的时代,短视频成了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快餐,也因此衍生出各种各样的网红,但能做到保持初心懂得感恩的网红又有几个,而被称为精致男孩的网红小李朝,绝对算是其中之一。 小李朝原名李朝,1997年出生于河南许昌,就读于江西服装学院,在读书期间就签约了一家传媒机构,2017年正式进军了短视频当起了网红,刚开始小李朝觉得自己的颜值还挺可以的,就走起了颜值路线。 小李朝发布第一个作品,同在视频中出现的有张新瑶和曲怡婷,当时这两位已经是讲当当的千万级网红,但是还是美能捧红小李朝这么一位后期之秀。 但在这个美颜盛行的时代,最不缺的就是颜值主播,两位重量级网红也没有带起小李朝。 随后小李朝走起了搞笑路线,一个人饰演多个角色,是一个实打实的戏精,一个人演起了一个班, 最多能达到12个不同角色在同一期视频中出现,演绎上学时的真实经历,配着一丝河南口音的夹杂,凭借出神入化的表演能力,以及超美的女装反串。 瞬间俘获无数粉丝,火遍全网。 伤到甜头的小李朝,当然不能放过这次逆袭的机会,在随后的作品中,基本都延续了这种拍摄风格。 属于小李朝的春天就此来临,基本每一个视频的点赞量都不会少于150万。 粉丝数量也是急速增长。 截至目前,张浩宫发布400多个作品,累积获赞接近3亿,吸引千千万万粉丝主义。 然而最欣慰的是,小李朝有一颗感恩的心。 小李朝在大红大字之后回到许昌,为自今母校进行关爱捐赠仪式。 因为小李朝在上学时就希望学校有个图书馆之类的, 他一直想通过自己的能力帮助到更多的学生,始终相信着爱与被爱都是相互的。 曾经小李朝在高三毕业时给班主任发了一条短信, 尽管我不是班里最优秀的学生,但是将来有一天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 但是这份赤子之心,小李朝始终把回馈母校的这份信念埋藏在心底。 其实我们光看小李朝拍摄视频不难发现, 灵感大多数来自于上学时期的生活, 作品也基本都是拍摄的校园生活。 那时候,他的班主任给予了他很多理解,给了他支持。 在李朝心里,他觉得自己现在取得的成绩离不开学校和老师的栽培, 所以现在自己的事业取得了一定成绩, 他希望能够通过捐款的形式, 为母校发展,为母校师生尽自己的一份力。 爱是心灵的翅膀,有爱就有希望。 不管一个人取得了多大的成就, 依旧要记得初心,记得感恩。 上帝自然不会亏待你。 小李朝从加入短视频成为网红波澜不断, 其中的艰辛除了小李朝本人, 我想没有谁能够理解和感同身受。 这么正能量的网红也活该他活。 好了,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, 如果喜欢我们内容的话,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, 有想说的也可以进行在评论区留言, 咱们下期再见。